暗恋一个人二十年 彼此分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各种感悟 艾玛看着这个男人从躁动不安的少年 渐渐成长为胡子拉叉的中年大叔 他们之间堪称爱情的马拉松 那时在1988年的一个毕业典礼之后 一群躁动的少年正在寻找自己的伴侣 也就是这个时候 艾玛和这个暗恋已久的男神爱德华相遇 久过三旬的少年少女回到家中 原本是要进行一场友好的交流会 却因艾玛过于紧张没有进行下去 于是两人约定成为要好的朋友 就这样两人相拥 默默度过美好的一夜 时间一旷已是一年以后 艾玛搬到一处破旧的公寓当中 而艾德华则要去远方寻找更大的机会 为了拮据的生活 艾玛找到一处餐厅工作 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会遇到诸多不如意 这时她就会打电话给艾德华诉苦 而另一端的艾德华却过得十分洒脱 她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 并且经常美女相拥 而对艾玛的诉苦并不能感同身受 时间来到91年 艾德华回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城市 但艾玛依然还在餐厅工作 她努力工作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写作 艾德华看着她这么辛苦也很是心疼 于是决定要带着她去远方度假 度假归度假 艾玛要约法三章 不能同床睡 不能打尽骂俏 调戏别人也不行 不能裸露 也许艾玛还不想捅破他们之间的友谊 于是他们在海边开始了美好的一天 夜幕降临 艾玛看着这个清场浪子 觉得两人终究不是一路人 这让她的内心十分伤感 日复一日 让他们沉浸在两人世界当中 依然是个美好的夜晚 他们经过一处泳池 艾德华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随后艾玛也跟着跳进水中 也许是九过三旬 也许是真情流露 艾德华开始认真表白起来 正当艾玛要接受这一切之时 艾德华却说 我对每个人都来走一距 这让艾玛尴尬一笑 然后气愤地将艾德华按到水中 此时她的内心无味杂沉 时间来到1993年 艾德华已经成为一名娱乐主持人 在她的生活当中 依然是纸醉金迷 身边有数不清的女伴 但是她依然保持和艾玛的联系 无论是三更半夜还是半夜三更 虽然艾德华的生活奢靡不堪 但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随着年龄增大 随时都面临被开除的命运 想到这些压力 她就会借酒消愁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艾德华带着一脸愁容来到母亲家里 原来她的母亲已经病入高荒 她随即拿出礼物送给母亲 这些书籍正是艾玛所著 艾德华也向母亲展示自己的工作 而母亲看到儿子现在的工作十分失望 她希望儿子能像艾玛一样 成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而她的父亲也是同样如此 对她很是失望 不希望她整日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 于是将她赶下了车 灰头土脸的艾德华哭着给艾玛打电话 哪知另一头始终无人接听 原来艾玛准备从虚幻的爱情中脱离出来 开始接受阿福的追求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 两人过起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艾玛也顺利成为一名老师 而艾德华依然沉浸在低俗的节目当中 时不时观众还给她一个差评 时间很快来到两人约定见面之日 两人不断说着几年的风风雨雨 然而这么美好的夜晚却被艾德华破坏了 她竟然说艾玛做老师没有前途 原来做老师一直是艾玛的愿望 这把气的艾玛当场离去 以后再也不用相见 这时艾德华感觉自己确实过分 紧跟上去开始道歉 艾玛正住脚步 缓缓回头看着这个深爱的男人 上前抱着艾德华对她说道 也许此时此刻艾德华的内心些许明白了什么 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之久 艾德华接到了被解过的通知 而艾玛这边也过得不好 经常和阿福吵来吵去 原来阿福看了艾玛的日记 知道艾玛一直深爱着艾德华 却不爱自己 就这样艾玛结束了这段感情 又是一年匆匆而过 两人在一处婚礼现场相遇 随后两人来到楼顶 这次相遇艾德华给了艾玛一张请柬 因为她真要结婚了 艾玛看着手里的请柬 也许是高兴 也许是失落 在随后的日子里 艾德华来到朋友的工厂干活 挣奶粉前 因为她的小孩已经几个月大 在家里当起三好老爸 殊不知她的老婆却在外面拈花惹草 时间很快来到2003年 此时的艾德华截然一身胡子拉扎 来接她的艾玛则是美丽动人 两人再次约见 原来艾玛要让她参考参考自己新男友 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和经历 艾德华也许成熟了很多 不愿让自己的悲伤流露出来 一个人默默地转身离开 而艾玛此时也陷入回忆当中 想着这么多年一直深爱着她 也许这次相遇是最后机会 人生已过半 能有多少个20年 于是她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 在这最后一刻 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爱恋 驻街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至此影片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